大家好,我邓慧文,阿慧,为你做会,心思有人知道 这个您出新书了,这本书叫做不止三两句,不止三两句,不止三两句写的是什么样的心得呢? 其实应该是我自己的一些生活上面的体验,然后透过镜头的捕捉,然后看见当下的这个情景,然后触动我过去的生活经验, 然后透过文字就写下我的短文,那每一篇每一篇其实都比较是,好像一个日记一样,我想是每个人都会碰到的生活日记,所以我的文章其实蛮简单的,没有什么太高深的学问。 这里面充满了这个生活倦勇的一些智慧,其实很多人应该都认识您,这个您当年可以说在职场上也是叱咋风云, 然后最重要的一件事,大家可能觉得比较惊讶的就是,好像蛮年轻的时候就退休,我不知道那算不算退休,也许不叫做退休,就是决定做不一样的事情, 然后就是您现在是陪伴着八十多岁的母亲,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你的这个生涯转折吗? 生活才是我们人的目的啦,然后赚钱是一个手段嘛,所以当你能够有一定的这个基础,可以过你想过的生活,其实应该替自己活, 然后当然你人生有很多责任,比如说你的父母亲,比如说你的配偶或者是你的子女,那这些在过去我们工作的时候常常就忽略了,可能早上很早出门,晚上很晚回来, 那我觉得当然也没有为自己活,所以我觉得差不多到那个时候,我个人觉得好像可以了,我们也不求大富大贵嘛,我觉得生活上过得去,吃饭睡觉也都其实蛮简单的, 那这是第一个理由,那第二个理由,那第二个理由,当然我身体也慢慢出现一些,因为过劳,医生也希望我能够休息, 再来还是在未来成长,我也希望他有一个比较好的教育环境,读这个万卷书嘛,行万里路, 所以大概就这些理由,让我促成决定说,我就退下吧,过一点不一样的人生, 那时候退下之前,您在职场上大概在承担些什么,那时候应该是你的位置,就是你的职位应该是非常重要啊, 我最后一份工作在40岁的时候,是在台湾大当公司,当行销本部的本部长,那就是负责行销跟业务,那台湾大比较不一样, 是我们比较是一个,事业是一个独立的单位,就是我们的副总长,李大臣先生,他比较希望每个部门的, 你自己要有一个期许是,你是一个独立的公司,所以你就是每个部门的总经理,那你就是要负担这个部门的盈亏, 套具流行化叫做利润中心,那我主要就负责公司的这个开枪辟图,希望能够替公司吸引更多的用户, 那没有用户就没有营业了,所以我主要是做这些东西,那就要搭配各种的资源, 来完成我的销售工作,一般消费者来选择信用电话呢,就是两个嘛, 一个是选择手机,第二个是选择支费,那会考量你的通话品质等等, 那通话品质当然是技术部门要努力的工作,就我的部分呢, 我如果挑选适合的手机,然后漂亮的价格,然后一个对不同人有不同的通话习惯, 那么怎么样的质配能够适合它,那我就在这个地方要去满足消费者的需求, 那二方面呢,我要让这个通道,作为我们跟中专业消费者之间的桥量, 所以呢,我要提供它足够的诱因,比如说我要提供一定的这个奖励金, 提供一定的这个文宣资源,甚至我们讲媒体广告, 这些都是我们要去做的,所以整个里面有很多的元素要在里面一起综合起来,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就是手机、支税、通物、广告、佣金, 这些都是在同一个案子,每一个案子都要同时把这几个元素都要设想完毕, 才能够进行这个案子。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,其实我们想象那时候您是还蛮年轻的, 就是说三十十岁,然后你要掌握那时候竞争那么激烈, 你要掌握那时候的情势啊,市场需求, 应该你在这方面的那个触角是非常的敏锐,对不对? 因为大家,如果我们看到的资料没有错的话, 像现在大家熟悉的那个月租费底通话费资费方案, 就是您所提出独创的,你看你那么一样的, 应该就是说能够掌握市场, 然后像您刚刚跟我们分享的就是可以掌握消费者的需求啊, 然后才到四十岁,我觉得四十岁是不是才刚要开始, 就是说您已经证明了你的能力或证明了你的影响力, 才要正要开始做很多很多的事情, 所以大家会觉得,哇,那你就把这个放下离开, 然后当然家庭非常的重要, 可是这个放下的时候都不会有任何的不舍, 或者觉得说,其实我如果再做下去, 我可能可以再建立另外一个很大的王国或什么, 你都没有那样子的心情吗? 没有哩,完全没有? 没有什么王国,你没有办法创造什么王国, 我们都是人生的过客,对不对? 人生就一个阶段,一个阶段,一个阶段, 在这个阶段上面,你能够为自己做什么, 为旁边人做什么, 当你觉得差不多了, 你可以了,你就应该去做下一个工作, 我不会有什么舍得或舍不得, 然后我有很多很多优秀的同仁, 我离开之后他们可以继续发挥, 某些程度来讲, 我站在那边也挡住他们的路嘛, 我觉得就是要交棒,要接班, 其实我工作时间就通信领域来讲, 虽然你如果看时间不长, 可是你可能工作八小时, 我可能工作十二个小时啊, 所以我累积起来工作时数是比一半人多很多的, 对,而且你八小时, 你可能其中四小时都在鬼混, 可能我十二个小时里面, 我全部都在工作, 扎扎实实都在工作, 对对对, 因为我那时候工作压力非常大, 然后竞争也非常的激烈, 所以我常常睡觉都在想ID, 有时候突然想到趴起来, 那我的习惯是我的床边都在摆一摆, 我就直接把我ID写下来, 怕我早上起来忘记, 所以他说你这样这样会精神分裂的啦, 那就是好意的提醒我, 你不能这样全心都投入工作, 你这样不行的, 所以我觉得就是人要为自己活一下, 不要老是为了赚钱赚钱赚, 那没有止境的, 你知道吗, 那你知道我们听众朋友大家听了啊, 都会非常的向往, 然后他们一定后面啊, 就会问我每一句说, 那请问是要怎么理财吗, 因为如果离开市场, 是不赚钱的吗, 还是您会有其他的规划, 我不是什么理财专家, 不过我退下来之后, 其实我的算盘就是很简单, 我就算我说, 每一天我应该花多少钱, 我可以花多少钱, 我希望未来我有多少的预算, 可以过我的下半生, 然后我就用定存的利率去换算, 然后怎么样, 我怎么样的资产可以维持我, 每天可以花这个钱, 那只要你有那个基本, 有那个本, 我觉得就可以退了, 那唯一的变数就是说, 第一个, 世界不要打仗, 第二个, 这个存款利率不要跌下来, 那就够了, 至于说做投资有风险嘛, 你可能赚, 你可能赔嘛, 那对退休人士来讲, 你可以少赚, 但是不能赔钱, 因为赔钱的话, 你就把老本吃掉, 那如果你到了七八十岁, 再回来工作, 那真是情何以看, 我的想法很简单, 可是, 曹先生我今天听到, 你真的觉得非常的开心, 你知道为什么, 因为我做这个节目, 我们有定期, 都会访问一些人的退休生活, 跟退休的选择, 那其实财务一直都是, 我们听众朋友, 对于自己什么时候, 可以退休啊, 或者离开职场, 好好过生活, 他们一定都会被这个东西绑着, 然后我坦白讲哦, 你真的是我听到, 第一个定存派的, 我不要讲什么派, 什么派, 我的意思是说, 很多人都会把这事情, 想得很复杂, 然后你知道现在大家都说, 只有靠定存是不行, 所以我真的是听到有人讲, 用这样子本购来算, 然后事情不要过得太复杂, 我真的觉得得到很大的安慰, 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子做, 那你现在觉得过去, 您现在距离那时候离开职场, 应该有20多年了, 你觉得这20多年, 你得到了什么, 不要说得到什么, 说享受着什么, 没有特别去想它, 那就是恢复到一般正常生活, 其实也是很忙的, 那忙什么, 现在忙什么可以告诉我们, 忙了什么呢, 就是忙一些我以前没有做的事情, 比如说接送小孩上学, 上学, 这个陪太太去吃饭, 陪爸爸妈妈看看电视, 这些都是我以前在工作中, 我没有做的工作, 这是我欠人家的, 不是吗, 所以我就在做这些事情, 没有什么学问, 也不复杂, 但是它需要时间, 你可以爸爸妈妈看个电视, 一个影集, 可能要一个半小时, 两个小时, 那归这两个小时, 我再帮别人赚钱, 我觉得就是人生就是这样, 就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, 不要把事情想得太伟大, 目标也什么, 要什么, 要流方百事, 不要想那么多, 我只是在做我以前没有做的事情, 那当孩子长大之后呢, 我的时间多一点, 我就可以再多做一点我想做的事情, 比如说多看几本书, 多听些我喜欢的音乐, 或是去世界各地走走, 那我很爱吃, 所以我会去找好吃的东西, 贵的也吃, 便宜的也吃, 就是好吃才是, 目的不是买, 所以我的生活其实很难, 没有什么太复杂, 那不止三两句的意思是, 因为我的文章都是短句比较多, 可是短句里面所表达的意思, 其实就不是停止在, 我们三两句的文字上的意思, 你就要去想它, 那同时就是要透过画面, 比如说, 我有一个一篇作品是这样, 就是我看到一个老先生在荣兴花园, 然后穿着很整齐的西装, 提着一个公式包, 因为年龄的关系, 他很小碎步的, 很急速的前进, 他很想急着回家, 可是他因为, 可能是其他的疾病吧, 造成他只能够小碎步的前进, 结果当下看到那个情景, 我的文章就, 马上就写出来了, 就是这样的奔波号, 要致死方休吗, 所以我的标题两个字, 奔波, 我的内文只有四个字, 致死方休加一个问号, 所以这篇作品很简单, 就是告诉大家, 你的人生就是这样子吗, 当然每个人情况不同, 也许他还有家庭的因素要负担, 我不知道, 我没有什么批评的意思, 我只是说, 我就自我警惕, 哎呀, 佛弥陀佛好在我退休了, 所以我的作品有时候是要, 要有亲身经历的人, 你才能够去体会他, 我很多作品都是这样, 然后我的文字用的也, 绝大部分都很简单, 不会太简单, 就少数几篇会引用古人的智慧, 譬如装子等等, 那我写作风格其实, 我小时候呢, 你知道小时候写作业嘛, 都要交奖签名改账嘛, 那每次碰到要教诗文的时候, 我都很头痛, 因为我爸就把我做人, 把我改了, 打叉叉一大堆, 咪咪化掉一大堆, 然后有时候很过瘾, 他就写个狗屁不通, 当时我都是欲哭五位, 为什么呢, 倒也不是生气, 而是我来不及交作业, 我要重操一遍啊, 那到那边长大的时候, 我爸就跟我讲说, 他说, 补充一下, 我爸最早是这个新闻记者出身啊, 写新闻的很重点, 就是你要用最短的文字, 可是把数个该交代, 所以都要交代完毕, 对对, 这他专业, 对他就告诉我说, 写文章好不好, 见能见识, 但是有点很重要, 你这篇文章呢, 如果你写出来的东西呢, 多一个字是累赘, 少一个字不成文章, 基本上你就及格了, 所以我写东西常常喜欢, 秉持这个原则, 就是多一个字, 可不可以拿掉, 少一个字不行, 这个字拿不掉了, 所以我的文章字都很少, 那另外一个有受到影响的, 应该就是, 我蛮喜欢看古龙的小说, 古龙跟金庸的小说, 他们的风格很不同, 那个曹大哥, 我们等一下, 我们等一下来谈谈怎么样的不同, 因为你刚刚说的这个, 我觉得太有意思, 现在我们听起来, 您的生命态度, 也是这样子的智慧啊, 不需要的东西, 就把它放掉, 所以您跟您的写作风格, 还真的蛮搭配的, 我们让大家稍微感受一下, 那自己的生活态度又是如何呢? 今天我们来宾是曹万钧, 我们是从这个曹先生的著作, 不止三两句开始谈哦, 刚才说到这个不止三两句, 大家可以感受到, 你的文字的风格哦, 那你是在写作上, 受到什么启蒙, 你刚刚说到古龙跟金庸, 他们是有什么不同吗? 其实我从小很爱看书啦, 所以其实我看任何篇文章, 或是任何一本著作的作者, 其实都是我的老师啊, 那我刚刚有报告说, 我父亲给我这两句这个提醒, 然后加上我很爱看古龙小说, 金庸的小说呢, 他的描写功力非常的深厚, 无论是人, 是物, 甚至你看他写的这个武打的招数, 跟这个动作都非常的清晰, 好像你人在现场一样, 那古龙不是, 古龙就是两句话就写完了, 比如说以不可思议的角度, 这一刀刺进来, 然后就结束了, 或是小李飞到也是一样, 对不对, 他就很简单的, 他给读者一个什么, 一个想象空间, 然后呢, 每个人想象空间很大, 多美黑的, 黑皮肤白皮肤, 青头发黄头发, 就拍出来怎么通通都是那个人啊, 不美嘛, 一定失望, 对不对, 因为本来的想象空间是无限的, 我想的就不是这样, 对不对, 是的, 是的, 所以我们做业务也是一样, 什么时候最容易卖, 你知道吗, 产品没有上市前最容易卖, 因为你可以讲的, 千万乱罪啊, 等到产品, 原来就是这样啊, 没有什么嘛, 跟我想象不一样吧, 就是这样, 所以做业务呢, 我们常常有一个小话就是说, 其实业务其实就是个骗子, 就是引诱你上当, 一个骗子, 但是当然不能做下犯罪的事, 所以我写文章就是这样, 我希望留点空白, 我希望这样文字能够诱发每一个不同的生活经验, 人生态度, 其实我觉得还蛮特别的, 我说说看, 我为什么觉得听你这样讲, 觉得很特别, 第一个是你说的这些, 如果是生命自己有一些经历跟阅历的人, 就是自己里面有一些东西, 那看了你的文章, 如果要引起共鸣的话, 有很多共鸣的材料, 就是自己会有自己的共鸣出来, 所以那是会透过阅读, 再度跟你的文字相遇创造, 所以每个人读你的东西, 他感受到, 就像你刚刚的比喻, 我们大家都可以了解了, 那个像你说古龙, 那每个人都心里面会再读出一本不同的书, 其实我觉得那个画面是很美的, 就是我拿着您的书, 然后我读的时候, 我心里面被勾起的一些意象啊, 感知, 其实跟你的文字, 跟你的生命经验组合在一起, 所以我读你的书, 我读的这一本不止三两句, 跟别人读的不止三两句, 是不同的书, 我用这种方法来讲说, 我觉得很特别, 第二个是, 我其实蛮好奇的, 就是, 其实要能够这样子写文字, 就或者写东西的人, 我想请教您是不是在个人, 在您个人, 例如与人相处上, 你都很能够给出别人空间, 你知道有些人就是, 讲话不嫌多, 很喜欢把关系跟互动里面填得满满的, 然后也很会push别人, push孩子啊, push伴侣啊, 那我觉得那种人写书, 应该就是字很多, 我就是写完一行解释阐述, 还怕别人误解他的意思, 要再写第二段, 再确定一下他什么不是什么, 可是你不会, 你就写这几句, 懂就懂不懂不懂, 一懂成这样就这样, 懂成那样就那样, 这是不是也是您个性的一个反应? 是, 因为我觉得那样子太累了, 自己累别人也累嘛, 不是这样嘛, 对不对, 所以他看懂了, 也许他没有懂, 但他觉得懂就好了, 这样不是很美吗? 就他觉得懂, 那你没有什么一定要别人确定, 想得跟你一样的这种冲动? 当然, 当然没有吧, 因为本来也不可以这样子啊, 因为今天我不是在教一个, 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, 你一定要懂, 你不可以误解我的意思, 因为一加一一定等于二, 但是文学的作品, 我讲究是一个感觉, 我生命的历程, 你的生命历程跟我怎么会相同呢? 对不对, 所以, 其实我就是一个要语, 那至于说, 出来什么结果, 我觉得对你来讲有效的, 那就是一个成功的, 如果对你来讲是没效的, 你就一笑自知嘛, 人生态度不要, 不要太把自己的执念, 加在别人身上去, 其实人其实很聪明的, 我常常觉得说, 我在工作上我会这样想, 我们有时候看电视, 会想说, 哎呀, 你怎么这么笨嘛, 你上当了嘛, 对不对, 我们好像一个上帝, 好像是一个智者一样, 可是为什么轮到自己身上, 就常常会做错事情呢? 因为, 你陷入一个当事者的殖民里面, 如果你每次在处理事情的时候, 你可以把你自己当事者的角度拉出来, 成为一个旁观者, 你就发现你突然变得聪明起来了, 就很有智慧去处理这些事情了, 无论对你或对别人, 都变得会比较圆满, 那就是要放下执念, 放下执念就没有贪欲, 没有贪欲很多事情就会因恶而解, 你知道我们人生这个慢慢的几十年, 过程中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真的, 你会痛, 你会快乐, 可是每一件事情你真的都带不走啊, 可是对我来讲呢, 我有个感觉, 就是我们在同一个时空下面, 同一个时间, 同一个空间, 但是我们两个是一个平行世界, 你是大人世界, 我是小孩世界, 我看他们就好像在看连续剧一样, 我看到他们, 我看到这里面有单公司练琴, 不管是正当的或不正当的, 我看到有与我仗, 我看到有人前说好话背后骂你的人, 我看到有人巴结老板, 逢迎主管, 然后有看到很多认真的, 我都看在眼里, 那我就会觉得说, 他们都是当事者, 我在旁边看, 那有一天我进入大人世界的时候, 我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做这件事情, 我慢慢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一个, 一个启发, 那我很多事情我都会觉得说, 在同一个时空的下面, 其实有很多平行的世界, 我们人是一个世界, 跟我们平行的世界里面有动物, 有昆虫, 有花鸟, 我们也都经过孩子的时代, 我们会看到小朋友在墙角, 聚精会神, 看什么, 看蚂蚁在走路, 成群结队在搬东西, 可是忽然他就拿, 去暗示一只小蚂蚁, 你就问他, 你为什么当做, 他其实也不知道, 可能一时手痒, 可能好玩, 可能深信残暴, 也许他只是实验, 这时候你会看到说, 在这个时候, 这个小孩跟这个昆虫世界, 这个权力的失衡, 那在这个成人世界里面, 是不是有很多权力失衡的现象呢, 你要怎么去自处他, 我从小因为看到这些东西, 我把它当成另外一个事业, 在阅读他, 那对我来讲, 有一些, 我不晓得怎么喜欢, 就是有一些启示, 所以当我慢慢进入这个职场之后, 我做事情, 就有一些, 可能跟一些同年龄的孩子, 有些不同的认知吧, 我就觉得说, 不要太有执念, 你不要把你自己想想放进去, 然后注意到, 你的权力的平衡点, 你有权力的时候, 不要伤害人家, 你没有权力的时候, 如何保护自己, 这是很重要的, 小鸟要去跟老鹰讲道理吗, 小白兔要去跟老鹰讲道理吗, 你可以讲道理, 但是他不会跟你讲道理的, 所以这是一个现实的社会, 这样讲会不会太严肃了? 不会, 我觉得很开悟, 那说到这个, 我就会好奇, 因为其实很多东西, 一般都会说最执着, 或最没有办法达到刚才这种豁达, 其实就是爱情啦, 你的书里面其实有一篇是爱情, 对吧, 那可以跟我们说一下这篇吗, 云走无痕, 不似情, 风过有声, 响如爱, 很简单, 就是我在描写说, 人与人之间的爱情, 不可能是水过无痕, 这过程中, 终会留下来的, 那人的记忆, 跟人的念力, 是无远佛界的, 比如说你现在, 一想到说你在念大学的时候, 跟某个同学在教堂上嬉笑, 你一念之间就回到那个场景, 所以你谈过恋爱, 在这爱情的过程中, 有恨, 有开心等等的这些过程, 它都不可能是, 无声无息的消失的, 那当你谈得轰轰烈的时候, 那个声音就很, 想象到别人都看到你们的快乐, 其实这是, 我只是在描写说, 人的关系, 只要走过, 一定有痕迹的, 所以, 不可以轻忽, 也不可以随便的践踏, 你要保留一个, 珍惜, 跟一个好好的走完这个过程, 就是我有篇作品的, 就是在描述这个心, 就是说, 聚散两一, 然后, 当你们在一起的时候呢, 据死行, 习当下, 善死谢姻缘, 遵守姻缘不足, 或是原分已到, 感谢过去的姻缘, 感谢过去的快乐时光, 不要心存怨恨, 这样是, 第一个受益的是你自己, 然后你也放过别人, 那在一起的时候, 不要想那么多, 不要想你们明天, 今天每一天都好好过, 所以, 去的时候呢, 就珍惜当下, 分手的时候呢, 就谢谢姻缘, 其实, 我的人生态度是一致的, 这样不想回答有问题, 有有有有, 我想也回答大家的问题, 而且回答的, 非常的美丽, 非常的美丽, 那这样子的生活啊, 有没有, 就是说, 就周遭的人是不是, 也都能够懂得, 因为你刚刚讲这个爱情, 我很有感, 我觉得有时候, 这是一个非常温柔的心情, 但如果遇到对方, 其实执念很重的, 会不会有些时候, 就是说对方, 其实会觉得很遗憾, 或者, 当然这边是看得很清楚, 而且是带有很多的珍惜, 那会不会另外一方, 会容易觉得说, 嗯, 这里面好像太少执着了, 有没有遇过这样子, 应该是怎么样, 就是一个开悟的人, 遇到一个有执念的人, 好, 这个, 这个, 灵修大师奥修曾经说, 爱情是人格修炼, 很重要的一个场域, 但是有时候, 一个开悟的人, 遇到一个还没有到这个阶段的人的时候, 其实, 可能对方会感到非常的痛苦, 那是你没有办法帮忙的, 你大概知道我在说什么样的情况, 我要问的就是说, 如果你很早, 从年轻, 其实又是都是这样子, 一个能够看得很清楚, 然后, 不过度的纠缠于这个执着或什么, 有没有遇过, 容易遇到知音, 还是常常跟你同年级的人, 其实不了解, 其实我不知道, 为什么要绕这么多圈讲, 我想都说, 我想都简单白话文讲的是, 大学的时候, 如果跟一个同学, 假设是一个女同学, 然后人家对你有好感啊, 或什么, 然后你们如果, 两个人一起经历一段青春, 或什么, 有没有常常觉得, 你的心境比人家成熟很多, 别人都还不, 看不太懂你在做什么, 这问题还蛮难回答, 因为, 第一个, 我不见得一定比别人高明, 只是说在某些地方上面, 我可能看你, 看你跟看我是不一样, 那我看你不一样, 不代表我一定比你高明, 因为你所谓的, 我所谓的不执着, 其实可能也是某种的缺憾, 也许在一般人觉得说, 你这个人很无情, 那也许在佛教来讲, 就是说你就是不结缘, 不申愿, 所以看你解释的, 那个点在哪里, 对, 这就是我想问的, 对, 对, 那这个东西没办法强求, 也没有对错, 很多事情就是, 我们先反求诸己, 然后再来就是说, 在可能的情况之下, 尽量不要去伤害对方, 无论在爱情上面, 朋友的相处, 甚至在工作上面, 你要让你的竞争对手知道说, 我跟你的竞争导致你的失败, 我不是故意的, 我不是要修理你, 是因为我们在竞争的过程中, 难免会有这样的结果发生, 那因为各位齐主, 那你要讲的现实一点, 就是说, 你学艺不精嘛, 或者说我们在赌场上, 你愿赌服输嘛, 可是你绝对不要让别人觉得说, 你这个人很可恶, 刁砖, 设计陷阱等等, 我们不可以给别人这样的一个认知, 而且你自己也不可以这样做, 好像比方我们讲说打仗, 你先兵临陈下, 东南西北四门, 绝对不可以全部围起来, 你一定要留北门让敌人逃走, 为什么呢? 放过自己也放过敌人, 你把他围死, 你逼他出来给你决一死战嘛, 所以你跟人相处也是如此的, 你不要把他逼到决止。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哲理的事情, 然后我们现在也要开一个城门, 就是要进广告。 好, 那我们想请问一下曹大哥, 你现在也花很多时间陪伴, 八十多岁的母亲哦, 很多人其实一直忙忙忙, 忙到根本六十岁退而不休, 或一直在忙啊, 就是最后会有一个遗憾, 就是好像没有时间跟父母相处, 这个你就不会有这个遗憾, 因为你花了很多的时间跟母亲相处, 你觉得在陪伴母亲的老年的时候, 有些什么样的心得呢? 其实我妈还蛮健康啊, 那就是她有一些老化的现象啊, 年纪大了嘛, 八十多岁, 接近九十岁, 所以各个器官难免都有退化啦, 包括她眼睛啊, 手脚没有那么灵活, 不过原则上大体来讲, 我妈还是一个健康的人, 她是可以自己行动的, 所以陪伴她最重要, 让她觉得说, 我儿子在旁边, 她不会觉得她是孤立的, 尤其当我父亲离开之后, 所以来讲说我旁边是有人的, 我不是一个孤独老者,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, 还有老人家跟我们, 一定有一定的岁数差距, 比如跟我可能有三十几岁, 可能跟她的孙子有五六十岁, 这时候价值观很多不同, 所以我们常讲孝顺孝顺, 孝顺孝顺, 大家都知道, 大家也知道顺比孝难, 其实顺真的不难, 你要做到顺只有一件事, 你就可以做到顺, 就是忘掉你自己, 你就顺了, 你不要跟妈妈跟爸爸讲真道理, 你只要顺他们, 忘掉自己的执着, 事情不就解决了吗, 除非这个事情有生命危险, 所以我觉得陪伴老人家, 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说, 你顺他的意义, 在不伤大牙情况之下, 不要争, 他心情愉快, 他就活得久, 那就是最美好的事情, 我觉得照顾老人家就是这样, 没有太多学问, 其实我从, 即使我在唐大大工作这么忙碌的时候, 我们家, 我每个礼拜六, 一定是带我太太跟小孩回去看望我们的母亲, 然后礼拜天, 我就带老婆跟小孩出去玩, 那礼拜一跟礼拜五是我的工作时间, 我一直都是这样安排的, 如果有人喜欢你什么,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感觉, 还有工作上也是, 很多人都有自恋狂, 都觉得自己很重要, 其实人不要自作多情, 世界没有你, 一样在运转的, 当你有这个想法之后, 你就会比较谦卑一点, 那你谦卑之后, 很多事情都比较好处理, 如果让别人觉得你很骄傲, 你很狂妄, 很多事情就变成, 本来那也是个变成有事嘛, 真的, 可是要把自己, 怎么说, 我其实常常听到, 很多有智慧的人, 他们在讲怎么样自己活得可以比较自在, 都会讲到不要一直看着自己, 那或者说不要一直执着于自己, 或钻到自己的一些无限想象里面, 把自己变得很膨胀, 那就会到处碰壁, 到处遇到困难, 这个很多时候, 很多耿耿于怀的小事, 其实是不需要被看得那么大, 这个观点的转换也蛮不容易的, 很多人都说, 人生下半场最重要的角色就是自己, 可是问题是很多时候, 我们也不太容易搞清楚自己是什么啦, 这个曹先生你也有提到说, 余生很珍贵, 要让自己快乐一点喔, 那快乐又是什么, 那对你来讲, 什么叫做让自己快乐一点? 我们人有很多框框, 从生下开始, 从你受教育开始, 家庭教育, 社会教育, 学校教育, 你会有很多框框, 那每个框框可能未尽相同, 所以我常常会讲说, 现在我们活着能任性一点, 打破一些框框, 但打破框框不是这样, 你说为所欲为, 你不能伤害别人, 我打你很快的, 不是这样很快的, 不是这样打破框框, 再不违背红线, 再不侵犯他人, 不造成别人困扰情况, 你可以任性一点, 你就可以不要这么压抑自己, 做你自己犯有这种事情, 你就比较快乐, 简单来讲, 譬如说你写文章, 如果你写文章, 写给自己看, 你爱怎么写就怎么写, 你可以发出你心中的感觉, 可是你对别人是没有伤害, 所以我觉得这是在拿捏之间, 那人如果把自己看得太重, 就是看看大致来, 你就会知道其实你很渺小的, 我们看看花开花落, 他不会理你的, 对不对, 你林大雨看这花, 他该开就开, 他该落就落了, 对不对, 你倾向去看, 他也是这个调调, 所以大自然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, 花开花落, 去留无益的, 招募业助, 他往来也是无薪的, 你没有什么了不起, 人的来来去去, 就跟世纪一样, 他来就来, 他走的时候也走了, 你是阻挡破岛, 不了差的, 生脑病是, 这本来是很自然的事情啊, 但是因为人, 我们有感情, 所以要看破它, 很难, 真的很难, 就要修炼啊, 修炼就靠自己啊, 没有人能够, 没有人能够帮你, 如果你坐地能够成佛, 那真是阿弥陀佛啊, 老师, 你有宗教信仰吗? 有, 我相信佛教, 应该讲99%相信, 因为1%是因为我找不到答案, 我找不到, 请问不到老师, 那你有特别, 呃, 就是说, 就是说, 这都是从这些道理里面, 去得到这些智慧, 因为其实你刚刚讲的很多智慧, 呃, 的确都有佛教的这种, 呃, 启发在里面啊, 那你有特别做什么, 修行吗? 就是说, 有时候人, 我们知道会追求这样的智慧, 但是总会有一些内心的妄动, 或是念头的妄动, 执念, 呃, 有时候师父会说, 你需要一点修炼, 例如说, 呃, 自己在盲动的时候, 心念盲动的时候, 用什么方法让自己定下来, 回到你要的那个智慧之路上, 你自己有任何这样子的方法吗? 因为我真的觉得你刚刚说到的境界, 让人非常的向往, 那如果听到朋友, 呃, 其实就很多的业障, 常常会, 会, 会被这些事情卡到的话, 你又没有什么方法的建议? 呃, 其实还是靠自己, 当你觉得不对的时候, 你就站起来离开, 不要去想, 你只要起来了, 改变, 你的妄念就停了, 你会新的念头起来, 新的念头起来, 如果好的, 你就让它走, 如果起来的念头, 你站起来重新打破, 重新再来一遍, 就是这样, 就是不断透过自己的, 实践, 去处理它。 你说的, 你说的站起来, 站起来是指, 从那个念头里面站起来? 对, 就是离开它, 转移, 就是你转移这件事情, 不管你去做事情, 或是去讲别的事情, 或看书都可以, 你把这个起来的不好念头, 不要让它继续下去, 所以你要有一个警觉心, 比如说我们今天很多人会念佛号, 阿弥陀佛号, 说一天要念一万句, 或者是两万句, 或者是一百零八句, 我曾经听过一些话, 我觉得, 他讲完之后, 我听了之后, 觉得太有道理, 他说, 你念阿弥陀佛, 念阿弥陀佛, 念这么多句, 你都不专心念, 你不觉得佛说听你, 念阿弥陀佛很吵吗? 他是耐着心思, 听你念阿弥陀佛, 帮助你修行, 结果你都不专心念, 他还要强迫被你这样的骚扰, 我觉得这句话, 这是当头棒喝, 我们多少人念阿弥陀佛, 只是不能念第一句, 第二句, 第三句, 一百零八句, 今天功课做完了, 好高兴, 我今天有功德了, 你一点功德都没有, 你吵了佛说好久了, 是, 是不是这样子, 对, 所以, 这就是一个提醒自己, 你的妄念, 你的功德妄念, 阻碍了你的修行之路, 而且你还反派了菩萨, 这是不对的, 很多人在那边奥弥陀佛, 或者在那边静坐, 静坐就能够成佛, 那事实上就没有石头了, 每个石头都成佛了, 对不对, 所以有人看起来很空灵, 其实他就是零空了, 铁柱是不会磨成真的了, 我这样讲, 好像又太严厉了, 不会不会, 我觉得非常的奥妙, 应该说于运无穷, 我们就用这个当做今天的结论好了, 发现这个风格, 被曹大哥你影响, 今天主持人就没有做结论, 因为这个结论已经太棒, 我们就送给大家自己去体会好了, 谢谢您今天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哦, 不止三两句, 谢谢大家, 谢谢, 谢谢, 拜拜, 拜拜, 拜拜,